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八月二十一号的公示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带你来关心昨天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气象局势针对十七个县市发布了大雷雨特报 这一场雨势来得又快又猛 昨天下午新北市多个地区都出现了淹水灾情 而昨天晚上在台东市 也因为路面积水 水淹快要半个轮胎高 大雨不停下 马路上只剩下零星车辆 二十日晚间这一场雷雨交加的倾盆大雨 让台东市区的道路多处积水 尤其在中心路二段排水不及 人孔盖不断冒出水来 水淹快要半个轮胎高 下雨如果下来浓的话 就会积水了 一二十点的时间 索性到了晚间八点左右 大雨已经逐渐停歇 路面积水也快速退去 没有造成灾情 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气象局二十日针对十七县市 发布大雨特曝 同样的大雷雨也发生在新北市 水利数也针对新北市的九个行政区 发布了一级淹水警戒 船出有汽车来不及撤出水门 受困在板桥江紫萃外河堤 警消派船艇前往救援 发现没有人受困 证实虚惊一场 至于新庄趋幸福路 则是变成了一条小河流 幸好积水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就陆续消退 还有板桥大关路 也因为地下道积淹水严重 一度暂时封闭 大雨过后 积水容器一定要清除 台南登革热疫情拉紧爆 20日新增了70例确诊 累计达到1690例 从14日到20日 共新增了439例 创下疫情以来 单周新增最多病例的一周 记者张明哲 林志坚 朱凤之无奇昌 综合报道 持续带您来关心 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的感受上 还是高温炎热 今年中午前后 台东县地区是橙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其他地方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白天各地的温度 大约是在32到35度 中午前后紫外现墙 许多地方来到了过量级 甚至是危险级 外处要请注意防晒 避免户外非必要的活动 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时间 中南部地区会有 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形 澎湖 金美及马祖地区 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午后因为热对流的影响 各地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和雷阵雨 还有在山区部分会有局部大雨 发生的几率 雨势可能会比较大 而且会伴随雷击 还有强震风的出现 下午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 外处要记得攜带雨具备用 再来看到在未来一个礼拜 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在中午过后出现的雷雨 会又大又急 山区溪流河域 会有溪水暴涨的风险 如果有安排户外活动 要记得注意安全 还有天气上的变化 继续来关心 基隆市的大五轮沙滩 12号发生了三起溺水 酿成了三人死亡的意外 市府是封闭了大五轮沙滩 还有朝静公园保育区到20号 而市府昨天晚间也宣布 从21号 也就是今天开始 重新开放大五轮沙滩 还有朝静公园保育区 不过如果剩越警戒线 真会开罚 正值周末下午 基隆市著名的细水景点 大五轮沙滩 完全没有游客 只有救生人员在海上 沙滩边来回确认 因为日前此处一天之内 发生三起溺水死亡事故 连同朝静公园保育区 紧急封闭一周到20号 也连带影响周围商圈生意 店家引颈期盼沙滩恢复开放 但也明白安全第一 市府规划将原本离岸90公尺的警戒线 缩短到55公尺 也增加救生人员与救护设施的设置点 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勘查后 认为应该在内说 否则对细水民众还是具有安全疑虑 我现在是怕警戒线 你们说那边会有一百八 万一个小孩在警戒线附近碰到问题 你要从那个那么远回来 或从这边出去 不过基隆市府昨晚还是宣布 两处都在今天解封 但为了配合水上救生执勤时间 大五轮沙滩平日十二点 假日十点开放 朝景保育区水域则是早上七点开放 谢国良表示 市府这周会加强在海域两旁设置警戒线 至于救生员配置 无论平日或假日都有四名救生员 呼吁民众重新开放后 要遵守在警戒线范围内细水 劝导不听者会依法开罚 记者叶佩萱 庄志成 陈修林 中天刚正和报道 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自由时报 主机总出调查 二零二二年平均年所得七十点四四万 熟度突破了七十万元 续创下历年来新高 而且各年龄层所得收入都创下新高 其中未满三十岁 平均所得五十三点五七万 年增一点五九万 换算平均四点四六万元 官员表示 这是因为景气好转 就业改善 加上了基本工资调高 七年所得持续增加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 台商到中国经商失败 或者是台干转职不顺滞留中国者 俗称台流 受到了美中贸易战 疫情还有中国本身经济情势的影响 2019年以来 透过海机会协助返台的台流人数逐年上升 今年很有可能会再创下新高 海机会协处预算 面临到提前用尽的情况 中国时报继续来关心教育部预告修正 校园霸凌防治准则 将师对身与生对身调查处理机制分离 同时针对生对身霸凌 不再强调持续性 增并严重肢体动作 如暴力行为或是网路侵害 如果超出了一般社会可掩数的程度 即使发生过一次 学校应准用本准则调查处理 由民间团体所发起的环路于民大游行 昨天下午在凯道登场 五月在过斑马线时不幸被撞身亡的台南女童 她的父亲特别也北上参加 交通部长王国才接受民间团体 所提出的五大道案诉求 对于政府没有提供好的道安环境 她也鞠躬致歉 冒着雨集会民众分为三大队 在下午四点准时出发 这一场由民间团体发起的环路于民大游行 现场一度下起滂沱大雨 但不少民众仍冒雨支持 而在五月中随着母亲穿越斑马线 却不幸被车撞身亡的余姓女童 她的父亲也一早从台南开车北上 参加游行 背着女童在发生车祸 当下身上背的小背包 强忍悲伤 只希望不要再有无辜生命 因交通事故离开 两天前 是我女儿小家威的生日 我买了一件衣服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我也替她许了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我希望她有吃不完的东西 喝不完的饮料 第二个愿望 我希望所有关心小家威的人 都可以平安 第三个愿望是 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跟小家威一样 我买给她三口 她穿不到 交通部长王国财 硬邀出席活动 收下有小朋友地上的陈情书 对于各方指责 政府为做好交通安全 鞠躬致歉 也承诺加速改善 在过去 在整个交通安全或是行人路权 所跨的部会或是中央跟地方 这个权责比较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大陆交通安全基本法里面 就把它写清楚 像路口瘦身 还有我们的人行道拓宽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目前 因为像台南女童事件之后 一个月内路口就有做改善了 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路口改善的这个计划 应该是能够最快 短期内能够最快做到的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强烈谴责 现行人本交通工程缺乏 呼吁执政者展现决心和魄力 改革整体交通环境 希望在2030年 让道路行人死伤人数减半 并在2040年 可达到行人临死亡的目标 游行活动只是开始 未来将继续监督 道安政策是否落实 记者薛教授夫才台报道 这一场环路渔民大游行 各政党的总统参选人 以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全部都有出席 赖清德提出三大承诺 希望能够达成2040年 行人临死亡的目标 而侯友谊则是喊话 要摆脱行人地狱 找回行人的尊严和快乐 至于柯文哲则是抨击政府 花钱提升道安 但是效果并不好 郭台铭则是喊话 车辆驾驶要养全停看厅的习惯 天空下着大雨 各党总统参选人应邀出席 环路渔民游行活动 力拼道路安全政策 民进党赖清德强调 将秉持以人为本 智慧科技两大原则 还提出三大承诺 判达成2040年 行人临死亡的目标 民众党客文哲批评政府 面对问题 做事方法都是撒币 道路交通安全不应当是口号 国民党侯友宜表示 台湾交通安全挑战严峻 喊话找回行人尊严与快乐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则以自己散步 差点被大型车辆撞到为例 呼吁车辆驾驶要养成停看厅的习惯 在这个状况底下不要忘了 我们必须要车让人强让弱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还给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严跟快乐 人行走斑马线的时候 我要劝所有的 不管你是开车的 开公车的 或骑车车的 一定要停停看 道安政策台上大比拼 能否引起共鸣 就带选民检验 至于郭台铭也澄清 不管邀侯科喝咖啡 还是要辩论 都是希望团结对外 更以此局牵涉美中和经济 再向柯文哲隔空喊话 事实误者为俊杰 被视为人不放弃郭科配空间 记者林志坚 欧容陈柏玉综合报导 昨天下午疑似雨事过大 台北市万华区昆明街 三百二十项一处新建案的工地 路面塌陷 出现了 大约一辆汽车深的坑洞 公共局目前已经灌江回田 不过这也已经是台北市 在最近一百天以来 出现的第五个天坑 有议员就质疑 为何类似的状况会一再出现 新建工地路面下线长三公尺 宽两公尺 以及深度一点五公尺 大约一辆汽车车身 五人受伤 台北市万华区昆明街 二十号下午 发生了自五月以来的 第五个天坑 已经灌江回田 而第四个天坑 则是发生在十九后晚上 台北市民生东路 二段一百五十九巷口路面 出现了一个长宽 深个约一公尺的坑洞 路过的机车 甚至差点掉进去 台北市新工处表示 主因是路旁水溝底破损 造成了泥沙冲刷 进而掏空路面 水利处后续也将进行 溝底修复 但是附近居民仍有些担心 如果骑车的人开太快 因为那是算是转弯的那个半径里面 可能会塞到 因为从中部上来 其实看到台北市 这一阵子有陆陆续续看到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觉得 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台北市近期接二连三出现天坑 五月第一起发生在信义区崇德街 判定是邻近建商施工不慎 上个月大同区南京西路马路 两度下陷 龟因与污水管破洞 前两天在南港区则是因为排水 桑连接寒管脱管 导致地面下陷 让议员质疑 台北市今年道路养护 预算超过二十亿 为何道路品质还是不合格 路面品质 我们可以确保是一个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遇到有任何管线 造成我们路面掏空或破损的情形 我们就会立刻进来做一个开挖 做一个紧急的处理 公务局回应 已经拟定了相关防范措施 将会加层定期道路巡查 水利处也会重点巡视管路 三寒 多管旗下 要避免天坑状况再度发生 记者叶佩轩庄志成台北报道 在爱新港 昨天凌晨两点多 有一处民宅传出了火警 造成老老相依为命的母子 一死一重伤 而台湾在2025年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 类似这样子 老人照顾老人的个案也会逐渐增加 有专家就建议 政府应该要启动邻里关怀和通报系统 协助长照家庭在遭遇困难的时候 能够知道如何求助 熊熊烈火夹杂浓烟不断窜出 消防人员获报后赶紧拉起水线灭火 这起火警发生在二十号凌晨两点多 嘉义新港乡一间专造铁皮屋 疑似屋主为了驱蚊虫 燃烧庭院废弃物 不慎引起火灾 造成屋主双手及双肩三度烫烫伤 而同住的老母亲被发现时 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邻居说屋主为七十多岁 未婚男性 平时与九十多岁 行动不变的老母亲同住 母子相依为命 平时也很少与邻居往来互斗 有学者分析指出 台湾二零二五年 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类似这种老人照顾老人 老老相依的个案会越来越多 学者强调随着高龄化及少子化 许多家庭都将面临长期照顾问题 建议政府应积极启动 邻里关怀及通报系统 让长照家庭知道 遭遇困难时该如何寻求协助 才能避免长照杯葛再发生 记者最后报道 共军东部战区从十九号开始 在台海周边展开军演 对台湾加大军事压力 国防部也释出了 监控共军的画面严正以待 有学者分析 共机在测试我方底线 但是国军事实公布监控影像 有助于抢回讯息战的主导权 海军田单舰人员目视监控共军徐州舰 紧盯动向 副总统赖清德 晋级出访巴拉圭 期间过境美国纽约跟旧金山 随即共军东部战区十九号开始 在台海周边军演 国军除了海面兵力应对空军战机也加强战备巡异 F16战机跟IDF战机紧急升空硬处 地面部队则加强区域联防 而十九号到二十号二十四小时内 国军征获共机四十五架次 共建九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二十七架次共机 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 共机更在中线东侧空域 进行较长距离及时间的飞行 学者分析 共军在测试我方的反应跟底线 由于共军常对台进行认知作战 下一次国军公布监控共军影像 有助抢回讯息战的主导权 美国在台协会AIT表示 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并转向跟台湾对话 美国也会继续监控演习情况 而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 莫尼卡·施尼策则表示 如果中国出兵台湾 德国必须减少跟中国经济联系 以避免真正的冲突时刻 记者欧容陈伯玉台北报导 地球正在大肆燃收 加拿大还有西班牙野火持续恶化 美国华盛顿州已经一死 另外希腊的强风则是助长了火难灭 在加拿大西基罗那 一位赶着撤离的居民站在制高点 将离开家园前最后的景象拍下 因为已经可以想象 等这场野火过去 这里将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 马路上许多车辆匆忙离开 消防车往返方向开进火场 这场野火正在于18号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的卑诗省南部城市基罗那 靠近美国北方边界延烧 官员表示目前有两场巨大且快速移动的野火 在一夜之间合而为一 正威胁着数百栋房屋 全省目前有三万人勒令撤离 另外有3.6万人一旦收到通知就必须马上离开 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重野火剂 已有超过140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面积跟希腊差不多大 美国华盛顿州野火自18号开始烧起 并快速移动 至今持续肆虐 已烧毁近18900英亩的土地 另外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约有190栋建筑在大火中烧毁 并有人不幸死亡 当局已向临近斯波坎社区发出撤离令 西班牙加拿利群岛中最大的田尼利夫岛野火 仍未获得控制 已经影响到十座城镇 但为预防当局疏散十一城镇居民 齐用一座体育馆当作避难所 这场大火最初是在十六号 因该国最高的泰德峰周边一个国家公园 爆发 并已迫使1.2万人撤离 希腊东北部强风使得大面积野火失控 八村庄居民撤离 消防员表示 震峰达到七至八级 这将会是个难熬的夜晚 这起野火一开始是在十九号 与亚历山德鲁波利斯镇 以东的梅利亚村引发 产生的浓烟几乎令人窒息 也影响到能见度 机场进入高度警戒 当局部署海岸船只必要时协助撤离 公事新闻 黄远林便宜 俄乌战争还没有平息 俄罗斯在十九后 以飛弹攻击乌克兰的北部城市 切尔尼哥夫 而因为当时有不少人是在街道上走路 准备要参加教会的活动 所以至少造成了七人死亡 还有一百四十四个人受伤 这也让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谴责俄罗斯的攻击太卑鄙 剧院前停放的车辆 车窗受到冲击震碎 往前走去建筑的残骸散落满地 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 十九号遭到俄罗斯的飞弹攻击 由于飞弹攻击城市中心工厂时 有许多人正在前往附近的教会 准备参加节庆活动 因此死亡与受伤人数超过一百人 飞弹的威力波及剧院 跟周遭建筑车辆公车 玻璃碎片建筑残骸散落满地 就连剧院的屋顶也因此受损 当时剧院内正在举行 无人机的三观会议 有不少无人机制造商 飞行学校代表 以及使用过无人机的军事人员参加 在瑞典进行外交访问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谴责俄罗斯的袭击邪恶卑鄙 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雷曼科则表示 在飞弹击中广场前的几分钟 空袭警报就已经响起 让街上跟剧院中的民众 紧急到防空洞避难 才躲开这场攻击 否则死伤人数将可能更多 国外新闻职员参与 西非国家尼日在七月下旬发动了军事政变之后 西非经济共和体曾经一度表示 不排除要出兵恢复尼日的信政秩序 而尼日的政变领导人蒂亚宁将军是发表了演讲 特别强调权力过渡最长不会超过三年 也呼吁抵达尼日的西非经济共和体代表团 不要用武力干涉 这是七月二十六号 尼日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总统贝总母的支持者要求军方放人 十五个国家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还一度在奈及利亚召开紧急峰会 不排除出兵恢复尼日的宪政秩序 但尼日政变领导人蒂亚尼将军态度强硬 发表了长达十二分钟的演讲 批评遭到西非经济共体的非法 不仁道制裁 宣布将展开为期三十天的全国对话 亦提出具体建议 为新县镇生活奠定基础 表示这场权力过渡不会超过三年 由于西非经济共体的代表团已经抵达尼日 决定透过最后的外交手段 会见受到罢默的总统贝佐姆 在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 对此蒂亚尼也喊话强调 如果有人戏图要发动攻击 将不会像有些人想得那么简单 而在西非经济共体日前表态 不排除动物之后 拟日当地十九号 也有数千名的志愿民众 前往首都登记为非军事后勤人员 以预防戒时真正爆发军事冲突 国内西人陈盛秉宜 欧欧战争导致全球天然气价格飙涨 也迫使欧洲国家必须要寻求替代方案 英国在政府的补贴政策之下 今年包括是太阳能光电板等设施 安装率都大幅的增加 另外德国更是打算通过立法 强制2024年逐步淘汰天然气 根据英国微型发电产品验证机构 MFC的统计 在英国政府的补贴奖励下 英国的家庭跟企业 今年已安装超过十二万片的光电板 而取代天然气发电的热泵装置 也以每个月三千套的速度成长 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 民众的电费负担也大幅减轻 为了鼓励民众安装光电板与热泵 英国政府对英格兰跟苏格兰地区的民众 分别补贴高达二十四万到三十六万台币 英国政府希望到西元二零三五年光电发电总量能达到七百亿瓦 同时在二零二八年热泵的安装能达到六十万套 并在二零五零年达到零碳牌 但即使英国政府大力补贴 但对许多民众而言 进阶到绿能依旧是庞大负担 而且安装工程至少需要五万名劳工 要如期完成零碳牌的目标 难度还是很高 据德国为了面对气候暖化效应 也摆脱对天然气的依赖 政府正在推动建筑物能源法 也就是在二零二四年以后新建的建筑 只能使用热泵来发电取暖 完全禁用天然气锅炉来加热发电 民众为了这项重大绿能变革 也让原本安装热泵的公司 忙到焦头烂额 安装要等上九到十二个月 而且价格还相当惊人 热泵的原理跟冰箱类似 热泵的原理跟冰箱类似 只是输出的是热能 也需要类似冷煤的媒介物质 轻浮吸听化合物 但按照德国的新法 到时候德国全国的新建筑能源消耗 必须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使用再生能源 新的热泵将禁用轻浮吸听 而要改用丙丸跟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排放较低 但这也有违反欧洲单一市场原则的疑虑 加上民众的庞大负担 法案今年秋天要在国会通过 势必将面临极大阻碍 绿能固然是各国努力的方向 但过程却充满太多变数 公司新闻 请编译 天气热加上机制淘汰的影响 国内的鸡蛋产量还没有回稳 目前每天的供应缺口 有将近两百万颗 而全国中小学就快要开学了 学校即将要供应营养午餐 蛋农也要求要调整蛋价 蛋商和养鸡协会 预计要在二十六号开会 讨论蛋价是不是要调整 鸡蛋在很多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尤其是还在成长的学生 全国中小学就要开学 但现在传出国内鸡蛋供应 仍有缺口 营养午餐用蛋可能受到影响 农业部畜牧师强调 因为有安全库存 供应不会出问题 农业部公布鸡蛋每日生产量 维持十一万三千五百箱 不过蛋鸡协会估算 实际日产量约只有十万多箱左右 每日供应缺口仍有约一万箱 官方和民间统计有落差 另外因为蛋鸡饲养成本增加 蛋商与养鸡协会预计在二十六号开会 讨论蛋价调涨事宜 有蛋农表示 其实价格早该调涨 但每次蛋农和蛋商提出调涨需求 农业部就会施压 要求动长 蛋农陈秋迟表示 因为气候炎热 让蛋鸡不吃饰料 所以产蛋量下降 蛋比较小颗 卖的也比较差 加上饰料成本增加 希望农业部让蛋价回归市场机制 不要再打压 对于蛋农指控施压 农业部则表示 没有政府部门要求动长 记者球直辈彭安群 总播导 云林的沿海地区多次被违法轻斗 营建废弃物 经过追查之后发现 是北部的违法集团 仅由合法的轻运车队来掩护 把营建废弃物运送到中部拖斗 检警日前逮捕了十多名涉案人 其中负责人还有司机等五个人 征讯之后积压警检 检警来到土资场 发现多部大型机具正在运作 马上贺令现场停止作业 先停止作业 不过正当警方要进一步调查身份时 却有人趁机脱逃 远警健壮立即上前追捕 原警警方日前拦查数量 载满营建废弃物的砂石车 追查后发现 是隶属北部清道废土的不法集团 检警还各单位 十六号前往该集团 位于台北市北投区的土资场 还有办公处所进行搜索 不法请到废土集团 透过合法 据废气物清除许可之运输车队 沿台六十一线 至本县海县各乡镇 偷到不法土方 检警调查 该土资场以运送环保砂名义 但实际在运的是包含废塑胶 废玻璃 废瓷砖等营建废气物 到中部 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沿海偷到 另外还未照不死联丹 并非法雇用失联移工 以及逃落税等违法行为 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 检警供查获十多名嫌犯 其中车队负责人 建材行负责人 土资场负责人 还有班长和司机等五人 已被云林地方法院 裁定挤押禁件 南投日月潭是全台湾最大的天然锄能电池 因为日月潭一共有两座抽搐水利电厂 也就是明潭和大关电厂 白天透过太阳光电 把水抽到日月潭储存 晚上放水到下游水库发电 透过重复锄能和抽搐循环 让一滴水可以发N次电 接到指令南投明潭水利发电厂人员 立刻开启二号机启动抽水 仔细看运转机台也亮起白灯 不过想让明潭水利发电厂动起来 背后有个重要设备就是它 这里是明潭水利发电厂 背后的这个转轴 平常负责抽水或是发电的重要关键 在日月潭 共有明潭和大关两个抽搐水利发电厂 以搭配太阳光电和日月潭的抽搐水位落差 白天太阳光电会把水抽到日月潭储存 晚上再放水到下游水库发电 透过重复除能和抽搐循环的水利发电 让一滴水就能发N次电 使得日月潭成为全国最大除能电池 行政员表示希望引进这种机动性高的 水利发电配置推动能源转型 我想再生能源大量引进之后 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弹性的 这种调度的机制 那特别是像今天大家看到的明潭的水 抽搐的电厂 再加上这种快速启动的 这种蒸汽的天然气的部分 都是我们在整个能源转型配置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台电指出 这种抽搐水利发电特性是启动迅速 只要大约七到八分钟 即可启动出力 每分钟单一机组可调整出力约十万千瓦 不过专家提醒国内未稳定供电 正积极开发太阳光电 但整个电网能否承受大量的太阳光电 进而影响供电可靠性 得盛盛评估 这个大概也有一百多万千瓦 都可以整做整体的调度 所以我们对稳定供电 充裕供电有绝对的信心 除了日月潭 政府也规划在石门水库 德基水库新建抽搐水利发电 确保供电无余 至于日月潭的打卡热点 九蛙叠像 常被外界误以为是蓄水量指标 但台电表示 其实九蛙设计是为了呈现抽搐水利 所造成的潭水高低变化现象 即便九蛙全露出水面 日月潭仍有85%的蓄水量 不用担心缺水 记者原始郭俊林南投报道 台北市环保局在内湖 举办再生家具拍卖会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竞标 而且甚至还有限量的 学生走鸟优惠 只要凭学生证件 就能够以低于市价的金额来购买 排卖官一早就进行二手脚踏车竞标活动 现场相当热闹 寒假声此起彼落 不少民众已低于市价两到三折价格 抢到知名品牌脚踏车 相当开心 台北市环保局二十号上午 在内湖举办再生家具拍卖会 有上千件 脚踏车 书桌 衣橱等供民众竞标选购 还有限量学生 早鸟优惠 搅凭学生证件 就能以定价两百到两千五百元 不需净价直接购买 本次拍卖会最特别的 包括一件三陵年代巫星石衣橱 源自一位日本来台居住女裁缝师 因为年纪大要返乡 忍痛割爱 还有一件五陵年代快木衣橱 最后两件都顺利拍卖出去 台北市环保局强调 近年来民众丢弃后 再回收修复的家具 累计近二十二万件 为了因应全球净零趋势 鼓励民众多选购再生家具 既环保减碳又能省荷包 记者 玻璃台东医院的行动眼科诊监 最近首度前往绿岛 为绕疗儿童进行视力刺检 不过从七名儿童里 就刺检出六名视力 异常需要治疗 但是离岛没有眼科医师 当地民众就希望能够 争取到医生到离岛度假医疗 为福部台东医院的眼科团队 这个周末带着行动厌光 和眼底镜等医疗诊监的 九成器材进入绿岛 配合台东县社会处 儿童发展筛检计划 为绿岛30名报名参加 视力筛检的儿童检查视力 医疗团队利用各种辅助的玩具 吸引儿童接受视力检查 结果在七名发展迟缓儿童中 就筛检出六名视力以偿 不过医师担心 应该还有更多早疗儿童 视力障碍还没有被发现 但绿岛没有眼科专科医师 眼睛的重大疾病都要到台东 才能接受治疗 很不方便 绿岛的民众希望政府 能增加眼科医师到绿岛医疗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县府已经引进偏向离岛远距医疗服务 也包含眼科 另外离岛也有巡回医疗医师进驻 但当地民众还有需求 县府会再争取更多医疗人力 到离岛为民众服务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全球告别疫情 各地都出现了暴富式旅游人潮 明年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 比利时运河谷陈布鲁日 在疫情之前 每年都吸引了八百万人到访 不过现在解封之后的夏天 游客大回流 也引起了居民抱怨连连 马车走在鹅卵石的街道上 宛如穿越时光隧道 回到童话般的古老国度 比利时的运河古城布鲁日 有欧洲北方维尼斯的美名 名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小小的城市人口近十二万 每年到访的游客却高达八百万人次 全球大解封的第一个夏季 观光客栈具的街道和商店 游河的共多拉船斑斑满载 所到之处只见人头流窜 居民苦不堪言 布鲁日临近比利时 第二大港则布鲁日 靠岸的游轮游客都会顺道停泊 几个小时 由于布鲁日的住房数不足 游客到此多半采取一日游 来自欧美亚各大州的观光人潮 络绎不绝 频频造成乱象 同属运河城市的威尼斯 和阿姆斯特丹 也面临类似的窘境 超载的游客树造成景点物价上扬 和环境冲击 再度引发过度旅游的争议 国际定房网站 哈勒独以居民和游客比例为指标进行调查 2022年全球旅游超载第一名的城市 是克罗埃西亚的杜布罗夫尼克 是美剧全力游戏 冰与火之歌的拍摄地 居民和游客比为1比36 威尼斯和布鲁日同列第二 居民和游客的比例为1比21 阿姆斯特丹市议会7月 跟随巴塞隆纳 威尼斯等城市的脚步 通过禁止游轮靠岸的提案 以减少游客的数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甚至建议将威尼斯列为 冰尾世界遗产人名单 避免气候变迁和过度旅游 加速破坏城市的生态 要遏止过度旅游 永续旅游是积极的解放 越来越多国家已经有所共识 未来的旅游应该兼顾 地方的发展和环境的存续 布鲁日观光部门启动了 五年一期的旅游改造计划 针对建筑历史等主题 推出深度的旅游 吸引不同的客层进驻 同时拉长观光的时间 并且分散游客来访的季节 能否改变观光客夏季出游的旅游习惯 还有待观察 而住房数不足 是目前更棘手的问题 还有待跨部会协商寻求解套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稷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